赦免极其异议 德雷夫斯这出戏剧 直到他的最后一幕时才显出是一场喜剧 唯有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 出人意料地扭转了局面 它使分裂的国家团结起来 使国会同意重审此案 最后使整个民族中不同的成员 从极右派到社会主义者一一相互妥协 可怜梦梭的每日评论 佐拉的怜悯 民众对教士和贵族的仇恨 都未能改变国会的感情 向有利于德雷夫斯的方面转化 最后却由于害怕各国抵制博览会而告成功 同时这一个国会 一年前还在一致反对案件重审 此刻却以三分之二赞成票 通过了对反德雷夫斯的政府的谴责 1899年7月 沃尔德克·罗索·Rene·沃德克·Russo 内阁长权力 卢贝特·卢贝 总统赦免了德雷夫斯 撤销了整个案子 博览会得以在最明亮的商业天空之下开幕 普遍友好的气氛出现 甚至连社会主义者也可以得到政府职位 欧洲第一次有一位社会主义者当了部长 米勒红·Alexander Miller 成了商业部长 国会变成了德雷夫斯的支持者 这就是结局 当然 对于克列·孟梭来说 这是一场失败 在苦涩的收场时 他谴责那种暧昧的赦免 Pardon 以及更暧昧的特赦 佐拉写道 这一切只不过是在一具充满臭气的赦免命中 将刀上的人同恶棍捏成一团 一切东西都被扔进了一口大锅 克列·孟梭依然像在一开始那样完全孤独 社会主义者们 首先是饶勒斯 对赦免和特赦表示欢迎 这不是保证 他们在政府中取得了一席之地吗 不是更广泛地代表了他们的特殊利益吗 几个月后在1900年5月 当世界博览会的成功有了保证之后 最终露出了真相 这一切妥协战术是牺牲了德雷夫斯派 关于进一步重审的提案 被以425票对60票否决了 甚至连克列·孟梭自己当政的1906年政府也不能改变这一状况 他不敢将重审托付给一个普通法庭 通过上诉法院不合法律手续的宣判无罪 这是一种折中之计 然而克列·孟梭的失败也不意味着教会和军队的胜利 教会与国家分离以及禁止教区学校 结束了天主教在法国的政治影响 同样将情报部门划归国防部 一起归属非军方当局 这就剥夺了军队对内阁和意愿的威慑性影响力 也剥夺了他出于自己的利益而行使警察权利的借口 1909年 德鲁蒙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候选人 他的反忧主义立场曾经受到天主教会的赞扬 也受到民众的肯定 但是此时这位自傅斯塔尔·法斯德 以来最大的历史学家拉美特列 周斯·勒赦尔 与不得已而听从马赛尔普列弗斯特 马赛尔·菲勃斯特色情小汉 伴处女 Demi Versus的作者 这位新的不朽者 接受了耶稣会神父杜拉克·杜拉克的祝贺 甚至连耶稣会也停息了 他同第三共和国的争吵 德雷夫斯案件的结束 标志着教会反有主义的收场 第三共和国采取了折中方法 不经过正常审理 而使被告洗刷罪名 同时限制了天主教组织的活动 伯纳德拉查尔要求使双方都得到平等权利 而国家允许犹太人享有各种例外权利 却威胁着天主教良知的自由 真正处于冲突状态的双方都被推到了法律之外 结果使犹太人问题和政治上的天主教主张都因此在实际政治舞台上被排斥在外 使十九世纪的各种潜在力量载入史册的唯一事件就此结束了 唯一看得见的结果是它导致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产生 这是犹太人对反犹主义所能做出的唯一政治回答 犹太复国主义是他们认真的从敌射角度采取的唯一的意识形态 这是他们处于各种世界性事件的中心